我们坦白地讲 就是你过往的工作经历 与你想要的工作机会 中间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联关系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 你把过往这七八年的 哪些能力能够移植到 你新的想入行的这些企业里面来 能够帮助这个企业成长 这个是我们想看到的 其实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是你到了舞台上来找答案 应该你带着你的答案来 到这个舞台上告诉大家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就珍惜当下 珍惜这三盏灯 好不好 你看天生我有才 本来想让你跟赵燕老公 一对一斗牛 但是我看我们也没有 那么高的那个篮球框 要是我们给您拿上来 一个篮球 做做这方面的这个才艺展示 我是想给那个大家 摩拳擦掌 讲一下那个篮球的那个投篮姿势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教学吧 来一起看 觉得其实一看是教过的 也是学过怎么教的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点 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致命我的感觉 从头到尾 它都是靠肩部在发力 但其实我们投篮这个动作呢 其实讲的是 从脚踝开始全身发力 到肩部以上呢 完全就是固定动作了 这个上面是不使劲的 你做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给他说出来 要不这样吧 小燕 你可以给他出道题 现在就是那个大老师在你旁边 然后呢 咱们训练专业不专业就快热身嘛 然后麻烦你带他练两分钟热身 可以吧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游泳的话 然后我们就肯定要先做好一个热身的 因为下水的时候 水的温度和正常的 是那个地面的温度是不一致的 对 这个很容易造成抽筋的这个问题 没错 不光抽筋呢 对胃口还不好 破胸运动马上做一个 一 然后开 然后再收 这个动作我们可以重复做几次 好 然后做一个拉伸动作的话 主要是一 一 二 三 四 四 对 然后 这样子现在往下摸脚 然后这个 一 二 一 二 这样把尽量把自己的那个 筋 筋带给拉开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 下水的话 就不会容易 只有那个抽筋的问题 就是他刚才的这个教学 是我觉得是还挺好的 因为他有比较好的这个表达素质 然后还有沟通 你会觉得跟他沟通很舒服 然后呢 专业他肯定是有积淀的 能看得出来 然后加以时日稍微点拨 给一点新鲜的这个 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些理念 很快能上手 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如果我是家长 对吧 我现在可能让孩子有学什么 武术的 有学乒乓球的 我为什么要把孩子交给你 你试一下 你做能销售的能力吗 那个我们是 非常专业的在这一块的话 然后我会向他展示 我们的专业程度在哪里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老师 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然后曾经获得什么奖项 通过这样的话 然后和那个学生家长 进行一个沟通 游先生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男士 妈妈带孩子考虑 和爸爸带孩子是不一样的 对 妈妈爱得细腻 爸爸爱得深远 所以你同样都是训练科目 但是你要告诉说 他这个对这个孩子的心智习性 有怎么长远的帮助 将来他学习的时候和什么 他的性格跟坚韧 是独立性很强的 这个呢对于你的 这样现在的你这个 学篮球也好 学什么也好 他才会愿意去投这个资 对吧 所以你可能要在这个销售这 如果要去做的话 因为你三十几岁 成熟都有 我们会总结嘛 然后再来去做这一块 对 石头哥 我首先想回答你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在这个舞台 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姐姐 然后那个原来是做 童装销售的来到这块 后来跟我们走了 他没有任何的体育 或者教育的经验 但是当他来到我们 从中奔跑 然后很快的时间 就熟悉了销售的业务 并且很好的在工作了 所以我 既然他有这么好的这个背景的话 我对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第二环节的最后 请三位留灯的企业家 做出选择 好 祝贺你 赵小叶和刘志明 为你留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庆宁为你提供的是一个 那个就是销售经理的岗位 地点在成都 我的底薪是4500 我们是都是底薪加提成 我们提成是按照销售额的1% 我们给到的薪资呢 是5000加 然后呢 这个是你的工资加绩效 我们有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薪资是浮动的 如果你没有完成 就会不断地往下降级 如果你提升的话 当月你就可以去申请 你那一集对应的那个标准的 地点呢 在北京 在清宁 影视和随风奔跑之间 选择其费者 谢谢 再见 考虑一下 好 那你的选择是 谢谢 对不起 好 很遗憾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 还觉得你可能会选择刘志明 那为什么最后谢谢 再见 拒绝了呢 销售的话 可能说 一线教授的话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 目前来说不适合我 真的希望你不要像你的名字那样 游易 但是呢 你一定要专注 因为你再往下走的话 在一个行业里边专注走来 你选哪个都专注 别再游易了 好吧 在此也感谢游易来到 被你摸出 谢谢 謝謝